欢迎来到KK音乐 近日金智秀出席发布会 也是她首次跨界担当演员的首部作品 该剧名为雪迪花 即将于12月18日正式播出 与丁海银堪称完美搭档 十分养眼 雪迪花是由赵贤卓指导 于贤美编剧 由丁海银、金智秀、刘仁娜等人 一起合作主演的爱情剧 不得不说 这样的演员阵容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雪迪花这部作品以87年首尔为背景 从而展开故事情节 大致讲述了某一天 名门大学生秀浩突然浑身是血地 闯入女宿舍 与在惊心动魄的监视与危机之中将她隐藏 并帮她治疗的女大学生 因出之间的违抗时代深切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即将播出 光看演员还是很让人期待 男主丁海银是韩国知名的男演员 有多部代表作 可谓是年轻有为 这次搭档金智秀 就颜值这块 俩人十分养眼 可以让观众们大饱眼福 雪地花这部剧是金智秀首次跨界当演员的作品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毕竟作为爱豆 她是十分成功的 在舞台上再歌载舞 时刻散发着魅力 从爱豆转变为演员 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还是很期待她的精彩表现的 金智秀作为知名女团Blockpin成员之一 可谓是包扁不一 有网友说她是女团Blockpin的门面 因为长相过于精致 360度无死角的美 几乎是没有瑕疵 从而是Blockpin的研究担当 当更多网友则表示 金智秀是Blockpin四人中 业务能力最差的一个 唱歌没有Rose好 Rob没有Jenny好 跳舞没有Lisa好 只是长得漂亮 是四人中综合实力最弱的花瓶 但是不管遭遇怎样的评价 金智秀一直勇敢做自己 这次更是跨界当演员 很是厉害 因为雪地花即将播出 所以金智秀也是参加了作品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金智秀状态非常好 依然是黑长直的发型 依旧是完美无瑕的脸庞 一件超级漂亮的黑色小礼服 更是凸显了她的好身材 很是金智 金智秀开始不断地尝试不同的角色 可是呢 能够再舞的爱豆 也能当得起演员 期待以后的日子里 她继续闪闪发光